全明星娱乐 迪丽热巴《荣耀》刚杀青不久 杨幂 赵丽颖 《八五花》影视剧《收视女王》 组成了这次代言人的王诈阵容 相信鹅场日后的电视剧成绩会相当不错 大家的VIP会员也就没有白冲 肖战作为顶流 加上他与鹅场匪浅的关系 有代言人的头衔也不足为奇 然后就是两位八五花 虽说都有着八五花的标签 但两人无论是戏路还是网络风评 都有着巨大的差异 甚至是资源方面都算不上对价 向来独来独往的赵丽颖 与在一众女星中也能游刃有余的杨幂 也代表着终生代女演员的 两种最具代表性的性格 吴亦凡 杨超越 迪丽热巴 杨子 杨阳 则是年轻一代中流量的代表 鹅场能将这八位集结到一起 看来其背后的资源 对任何地位的明星都一样适用 然而 除了以上的固定组合之外 有爆料称 肖战和赵丽颖将会合拍 这次VIP代言人的广告 作为在七人中影视成绩领跑的前辈 以及近两年来人气聚集热度 双丰收的鹅场力捧小声 这个组合十分具有看点 又可以称得上是一对王炸姐弟 通过昨日斗罗大陆的发布会 我们可以发现 肖战在去年一年的沉淀中 真的成长了很多 在回答任何问题时都滴水不漏 成功绕过了一些可能说错话 就掉进坑里的问题 还帮身边的人抵挡了一些 类似这样的危险 而他目前的状态 也正是和赵丽颖当年被拳往黑的一段时间 有一些相似 而目前两人都历练得更加沉稳 大方 作为鹅场的VIP代言人 他们有着强大的气场 而自官宣成为代言人开始 显而易见的 这七位艺人在之后都将与鹅场达成长期合作 据传平台也会推给他们一些影视资源 观众们也就可以时常在腾讯与他们见面 例如肖战被传 接下来将禁组拍摄朱颜 就是鹅场高层点名让其出演 本身就作为龙丹妮旗下的艺人 如今也算是扬眉吐气 这两位的突然合作还是让人比较意外的 毕竟网传消息是合体广告的拍摄 一向是独自美丽的两人 完全不用担心自己的商业价值 演技和路人员都在线的八五花 人气爆棚的顶流小声 单拎哪一位都会是品牌方钟爱的人选 对于这样的合体已经有消息表明 两家团队非常积极地达成了合作意向 能让两位联手合作的原因 似乎就是都有合作过的王一博了 被指蹭热度的王一博 因为陈情令的大爆和肖战共同机身顶流 但之后却有点后劲不足 逐渐拉开距离的两人也就成了圈内最知名的对家 挂件 蹭热度 这样的标签也就顺势贴在了王一博身上 加上与赵丽颖的合作 也是引发了网友接连不断的嘲讽 从预告到制作特辑 但居高不下的播放量 却是对王一博和赵丽颖合作的最好回报 肖战在2019年爆火 因为一部陈情令 肖战成为了顶级流量明星 收获了千万粉丝 但是没想到 肖战无意中陷入了二七事件 他在遭遇了二七事件后迅速神隐 平息大众怒火 在之后 肖战逐渐逝水 一直到现在发展越来越火 最近有网友爆料 肖战要和赵丽颖一起拍摄广告 两人都是顶级流量 如果真的合体 那么热度会大增 知情人还爆料 两人的团队正在接触当中 对于两家联手这个消息 大家还是吃瓜不信瓜 等待两人会不会有合体代言吧 2020年年末 有网友爆料 赵丽颖接了一部新剧 《凤影天下》 《凤影天下》是网络作家 岳出云所写的言情小说 讲述了女扮男装 驰骋沙场的花柱雨 和男朝第一公子左相 姬凤梨 缠绵 翡策的爱情故事 感觉女主角的性格 很像赵丽颖的楚桥 结刑场 隐身份 谋战场 巧入宫 踩着刀尖 四处周旋 怪不得说赵丽颖 是这部剧的女主了 光是看到这一句简介 谁能不想起当初赵丽颖的楚桥呢 就目前透露出来的消息来看 赵丽颖接拍《凤影天下》的消息 虽然没有官宣 但是还是有一定的可信度的 《凤影天下》的女主都说是赵丽颖 但是男主特征没有明确的表明 据说男主在谈一个二字顶流 说到二字顶流 很多网友都在猜是肖战 毕竟按肖战现在舆论的恢复程度 加上热度也慢慢提升 也并不是不可能邀请肖战 除了肖战以外 还有网友猜测 男主会由邓伦来出演 邓伦和赵丽颖两人在《楚桥传》中 已经有过一次合作了 其中邓伦所饰演的肖册 一袭红衣出场 看上去就十分的妖娆 除此之外 在《香蜜沉沉浸如霜》中 邓伦饰演的旭凤 也给观众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旭凤和紧密的爱恨纠缠 让不少观众为之落泪 当然肖战当然最好 这一切也还都只是猜测 所以粉丝朋友们不妨期待一下 凤隐天下的剧情还是很不错的 改编程电视剧应该也是可以大爆 赵丽颖在各个剧组跑龙套十年 才赢得了今天的顶流位置 她所参演的电视剧 我看过的只有《陆珍传奇》 《花千古》 《楚桥传》 再就是正在热播的《游斐》 纵观这几部剧 除了都是大女主的剧之外 还有这一个共同点 就是不管是陆珍也好 楚桥也罢 亦或是花千古和周匪 都是从底层发展成人上人的 细看这几个角色 其实和赵丽颖的经历很像 普通家庭出身 在娱乐圈摸爬滚打 历经磨难 终成顶流 和赵丽颖一样 都是素人出身 却发展成顶流的 不得不提肖战 星光大赏后 相信圈内圈外 没有人不知道肖战和他的小飞侠了吧 肖战出道四年 戏品他所出演的角色 张小凡 吉充 魏无羡 顾魏 顾一也 刚出道时 他是阳光 单纯的 和医生顾魏一样 给人温暖的感觉 没有走红之前 他又和张小凡一样 努力地提高自己的各项技能 终于让他大火地魏无羡 一场网报 让他真的和魏无羡一般 被人误解 那段时间 说是如怡灵老祖般 让人避之不羁 好在 苦难总会过去 阳光总会温暖人心 他的小飞侠就如 蓝湛般温暖了 再次归来的他 精力总会让人成长 历经风雨的他 就如军人 孤一也一般 坚韧刚强 但不管他怎么变 还是最初那个 如急冲 心胸开阔 肆意潇洒的 重庆宰灾 不知道 他们在诠释 这些角色的时候 心中想的是不是自己 一半剧中人物 一半演自己 这样才将角色 诠释的那样淋漓尽致 让自己也实现了 从素人到顶流的跨越 期待肖战 赵丽颖的合拍大片 也期待他们有朝一日 可以合作一部影视作品 相信 这也是不少粉丝所期盼的 大家对此有什么想法 欢迎关注留言